Hello Homies 我们现在收听的是克莱美特宅报导 让你宅着就知道国际气候能源大小事 Hello Homies 本周18号人有点泛滥 觉得有点屁 所以就不跟各位多说 直接进行本周最宅话 分享欧洲同资银行 于7月26日发布最新欧盟投资银行 能源融资方针草案 预计今年9月10日 将送进各欧盟代表组成的董事会 讨论决议 欧盟同资银行 鉴于全球低碳转型的浪潮 从2015年巴黎协定开始 一连串的改革包括了 2016年全欧洲同享清洁能源包裹法案 2019年讨论中的 2050长期气候策略 再到从欧盟蔓延到 全球的气候不服从运动等等 都让欧盟第一大开发银行 重新的思考能源融资的标准 因此继2013年第一次公布的 能源融资标准后 2018年12月21日 欧盟投资银行正式宣布 将依据2013年能源融资标准 第八条及第四十条的规定 重新的调整能源融资标准 并且重视兼容性参与的精神 2019年1月8日正式启动意见咨询的程序 2月25日于布武赛而举办意见咨询会 全程直播并可以线上直接互动 7月26日正式将所有的意见全数 会整公开并表列回应 同时也公告新的能源融资方针讨案 预计将于9月10日董事会讨论决议 从2月25日布武赛而举办的意见咨询会中 可以发现无论是实际出席意见咨询会 或实际给予书面意见 参与程度最高的都是产业代表 显示了产业重视的程度 到底最新能源融资方针的内容具体有哪些呢 就让欧盟投资银行副董 Andrew McDow来说给各位听咯 这是几个月的工作结果 也正是还有绝对的观世 in 对几个月的观世 听似们的优伟从整个月份预论 与什么要求的预理应该帮预计 预设计预计前提供的未来 本预计预计主席 我们想到的增长期内设施 我们想到重新的电池继续 以参与的地购档性 第击荷市内预计的经营名 我们想要支持更多颜師 和预计剑造成人面的资奏 将我们关注更多能复先的预防工资料 中更多是能量预助产的需要项目 我们也想支援火力 我们更多的考量 gifted地区 工资料会必须需要在将决 implemented 学生的成立预考 我们更多的投入预防工资料 在未来放入独特的轄道 对比较成辖的经济的股经济 是最重要的你选项的 而且ing Identifying the areas of Priority for Additional Energy Lending and Support by the European Investment Bank We have also proposed that we stop financing new Fossilfuel-Based Energy Projects by the end of 2020 We believe this proposal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iews we have heard from the Stakeholders during the Consultation Process 而且是让英国的能源投资政策划 跟英国在巴黎的国家的国家计划 跟英国的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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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划 跟英国的国家计划 天啊,欧盟气候银行18号觉得好棒棒 但我想台湾的央行肯定觉得呵呵这是假新闻 最后18号也来分享一下各界对于欧盟投资银行 能源新融资方针的看法 首先欧洲地球之友零化石燃料代表Colin Roach 指出这是黑夜中的曙光 在欧盟与各国政府仍于挣扎的时刻 欧盟投资银行踏出了勇敢、正确并且具公正性的一步 但接下来欧盟董事会必须签署 并且确认管制化石燃料融资将没有漏洞 而第三代环保主义智库代表Lisa Fisher也指出 这个决定尊重了巴黎协定 并且具有标杆的带领作用 让欧盟基础设施的发展设定具体了优先的顺位 但他也指出 未来可能遭受的反弹 包含以天然气作为桥坚能源的德国 还有罗马尼亚与黑海的天然气投资等等 都是未来我们值得关注的一步 以上就是本周的克莱美特宅报导 拜 拜拜 明镜与点点栏目